美墨边境常有非法移民偷渡到美国去 这对美国来说一直都是很棘手的问题 美国副总统贺锦丽日前正为此出访瓜地马拉与墨西哥 一反选前态度欢迎移民的态度 在瓜地马拉呼吁当地民众不要前往美国 因而遭到批评 美国边境巡逻人员在德州 破获一个藏有108名非法移民的大型偷渡据点 根据报道 该藏匿非法移民的地方类似旧车库 在那里的人需要忍受极端高温和恶劣的生活条件 边境巡逻官员表示 走私者将移民关注位于南部边境附近的藏匿处 然而再将他们分散到美国更深处 车库内的墙壁喷漆上有墨西哥犯罪集团 海湾卡特尔的标志 边境巡逻队表示 众所周知 海湾卡特尔大量参与了德州东边边境的人口走私活动 自今年1月以来 美国海关及边境保卫局CPP 已经报告了 美国南部有近93万名非法移民 光是5月就超过了18万人 美国南部有目 yer